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今天就以漫画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恋人的作者 附坚一博的分镜有多厉害 对于一个漫画家而已 最基本的技巧就是画工 也就是所谓的画技 但很可惜哦 如果只论作画的技巧 附坚绝对不是最顶级的那种 如果粗略的分为 S、A、B、C、D、E六个等级 再把每个等级分成三个区块 我自己会把附坚定在A区块的最下面吧 也就是附坚的画技可以称得上优秀 至少是在A段班 但只能在A的最底段 并且绝对到不了S级 因为前面还有这项 大幕为人、春天雄界、三浦见太阳等等的怪物 不过有趣的时候 漫画并不是只要画技强就一定好看 影响漫画是否好看的元素 可以说相当多 例如故事啊、角色、塑造啊 等等的元素都会影响 而其中的一大元素就是 分镜 漫画分镜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段故事 转换成漫画里一格一格的连续画面 分镜对漫画的重要性来说 甚至可以凌驾画技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经历 就是曾经看过一些漫画 明明单独看画面很精美 但是故事就是不吸引人 甚至整体看完之后 也看不太懂到底这本漫画要表达什么 其实我自己也有看过一些类似这样的作品 后来有几次我会去追查作者的经历 会发现这类的作者 通常都拥有深厚的美术背景 甚至也会有过单独展览的经历 技巧水平可以说相当高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答案就是漫画家跟画家是不一样的 很会画画的人不一定能画得好漫画 漫画最重要的是把一个故事流畅 且精彩地表达出来 举个例子有以前也提过 一拳超人的原作万老师 画技可以说可能比现在看影片的很多观众都要差 但是它的分镜可以说相当优秀 所以尽管画得很像小朋友的涂鸦 但它的漫画甚至会让读者觉得好看 不过分镜的学问相当多 整体而言一个及格的分镜就是 能让读者流畅阅读且能轻易理解内容 但这还只是达到及格而已 如果要成为优秀的漫画分镜 那就是在设计构图上还要有特色跟细节 总之你可以理解成 如果这个漫画让你在阅读时感到疲惫困难 让你不自觉停下来 或是要反复看好几次才能理解到底在画什么 那么可能是因为分镜出了什么问题 而在一般漫画里有比较容易出问题的 就是所谓的动态过程 那为什么不是静态过程呢 原因是通常静态过程只是一般的对话 或是简单日常 比较注重的是人的脸部 只要人物的脸背景不要崩坏 那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但是动态过程考验的东西就多了 动作的连贯性 完整性 合理性 角色的肢体 透视 比例 如果还要在达成这些条件之后 运用有创意的分镜去创作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们可能会稍微理解 今天如果我要画钢铁人跟蜘蛛人在聊天 那其实我只要会画钢铁人跟蜘蛛人就好了 甚至我只要会画他们的脸 那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要画的是钢铁人跟蜘蛛人在打架 呃 光想就头痛 对吧 而今天我们的主角是附健一博 所以悠悠白叔 猎人是一定脱不了关系的 那悠悠白叔跟猎人里动态过程的分镜 当然就是战斗 不过光是只拿一部作品来说 可能大家会无法体会附健的分镜厉害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会做个对比 我会先稍微讲讲死神 火影 海贼王的分镜 这里要先老实说 死神 火影 海贼的分镜 其实都是优秀的 没有在开玩笑 事实上死活的分镜 比一般的漫画都还要好 但正因为他们优秀 所以对比之后 你才能体会附健的分镜有强到多不可思议 并且有对比的话也会比较好理解 那我在影片里面 也会去分析死神 火海分镜的优点跟长处在哪里 好 那因为这一次我想用小杰与甘肃的战斗来讲 这场战斗在猎人的单行本里是落在18级左右 所以死神 我们也就拿差不多这个级数 且有分量的战斗 我们就先来看看海贼王的分镜单行本22集 鲁夫对决克洛达尔 我们先快速浏览一次 首先克洛达尔生气了 他觉得鲁夫小瞧他 这边用了一个战场的画面搭配OS 接着左边这个放了一个时间 因为故事里是有炸弹的 代表是时间的流逝与紧迫 接着克洛达尔大喊 你是不是在耍我 然后鲁夫朝他吐一口水 接着下一页 克洛达尔被沾湿身体 鲁夫直接使用了橡胶火箭炮 好这两页就可以看出海贼王的特色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就会发现 这两页其实重点就是 克洛达尔生气 鲁夫吐水 骨夫之秘籍 重点只有这样 但是却分割了11格 而且11格里面几乎都有所谓的OS 所以这就是很多人看海贼王会感到疲累的一个原因 资讯量过多 之前聊过我一点老师很喜欢把画面塞满 所以我们回头来检视看看 最后两页的画面是否有地方能省略 首先第一页 我个人觉得这个OS 其实是不用画背景的 并且始终放在这 克洛达尔的情绪反而中断了 所以这一格 我觉得可以是直接空白加OS 甚至是画一个克洛达尔的愤怒侧脸 不只加强OS 连贯情绪画面也稍微舒服 接着来看下面这里 我觉得右边这两格也不用 甚至真的要有一个连接 留这一格就好了 但我觉得如果两格都不要会好一点 就是你这个臭小 然后直接被吐这样 有一种我话说到一半就被吐的感觉 所以这里我们稍微修改一下字幕 变成这样 让克洛达尔话不要说完 增加一点速度感 好这样修改完 这一页我觉得就比较简单 且重点也有出来 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页 这里原本的台词是 克洛达尔的OS 糟糕了 鲁夫台词你说谁在开玩笑 克洛达尔OS 我的身体 鲁夫台词我一直都很认真 橡胶 我个人觉得画有些太多了 并且是一个这么帅的场景 这句话语会干扰整个帅气度 其实这页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由克洛达尔及鲁夫脸孔的远到近 表现了压迫感 但就是画稍微有点太多 我自己的话会比较喜欢这样的感觉 这一格克洛达尔只要惊讶就好 不需要OS 就是看到鲁夫要用招了 橡胶 克洛达尔这里才OS 糟糕了 鲁夫 橡胶 火箭炮 这样我觉得稍微好一些 鲁夫只要专心使用招式就好 而克洛达尔的糟糕放在这里 也会有比较来不及的感觉 那你说前面那个时钟要放哪 我自己觉得因为这是第一次鲁夫正面重击克洛达尔 所以可以有一格画面是克洛达尔倒地的身体 然后特写鲁夫传奇的脸 这样的气氛就是有 打倒了吗 到底打倒了吗 时间还在流逝这样的感觉 不过伟田老师也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前面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架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不用再去交代时钟的 好那我们看完了海贼王的分镜 整体来评价的话 其实海贼王的战斗分镜是连贯的 力量感也有 但在连贯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影响连贯的画面或是对话 也就是伟田老师相当喜欢加法 资讯非常多 画面非常满 读者会比较容易累 但伟田老师是非常擅长画致命的一集 所以不管是索隆 香吉士 鲁夫 都有非常非常多华丽的招式 也因此 相比简单又流畅的运动过程 伟田老师更注重气氛的体现 并且我觉得海贼王虽然是个热血的战斗漫画 但是在静态表现上 比动态表现要好 例如香吉士下跪 罗宾哭着说想活下去 伟田老师非常知道 故事会让人感动的重点在哪里 并且去强调 这就是我个人对海贼王分镜的看法 好那看完海贼王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死神 死神我们一样挑有分量的战斗 单行本二十集 医护对决蓝染 这里要先讲死神的战斗分镜非常特别 我们来看个两页就知道了 首先医护一个爆冲 这一页清楚表现了远中近的速度压迫 然后下一页就是蓝染的一个手指 把刀扣住 在下一页就是一护直接被砍 然后看到医护被砍 咦人消失了 下一个直接又被砍爆 对死神的分镜就是这样 其实并没有什么运动过程 都是瞬间画面 瞬间画面 结束 那死神的分镜就不好吗 并不会 老实说 九宝老师的分镜非常有特色 并且在动镜之间抓到了一个机制 在打斗中很擅长去玩速度 例如刚刚的画面 首先快 再来 停 快 慢 慢 快 慢 这是非常厉害的表现方式 明明根本没有一个动作是连接的 但是也能画完一场战斗 并且黑与白的平衡非常好 很干净 之前也提过 九宝老师相当喜欢剪法 所以画面看起来非常简洁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做法 死神的战斗就变成无逻辑 虽然分镜是厉害且有特色的 但其实严格来说 死神的战斗不是所谓的运动过程 反而类似于一种非常多如 海报般华丽的场景 拼凑起来的画面 所以之前也说过 暗杀教室的作者宋锦老师 就曾经评价死神的分镜跟构图 是极为特别的存在 没错 尽管身为一部战斗漫画 但肢体灵灌的战斗动作几乎看不到 真的非常非常少 偶尔偶尔可以看到两格左右的灵灌动作 然后就会开始各种帅气 瞬间移动 或是其他场景出现 但是不得不说 死神的分镜是相当具有风格及艺术感的 所以死神的战斗分镜 我们就看到这边 那么接下来就来看看 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一样也是经典的一战 单行本24集 小李对决君马驴 这边我们从小李喝酒之后开始看 首先这两格的呈现我蛮喜欢的 它是用君马驴的表情 去带出小李的位置 君马驴是往前看 再来是视角往上 也就是用君马驴的视角 带出目标物往上移动了 下一格再衔接小李从天而降 这是一种比较像是电视电影的表现方式 然后接着就是小李的攻击 攻击 接着下一页攻击 守城地板 提及君马驴闪过 然后这里整体的连接上并没有大问题 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虽然看似很激烈 但是却少了些力量感 整体的力量呈现 还没有海贼王来得有力量 例如小李这一脚的力量都被吃掉了 虽然用撞声词可以强调 但看起来还是有点软软的 下一页也是 跳起旋转身体 冲撞君马驴 动作连接上依然没有问题 不过仍旧少了些力量感 尤其中间这一格 几乎没有撞击感 这个原因我觉得是 每一格的处理方式都太像 所以导致每一格的速度与力道都太像 看不出力量的差异 例如我们之前看的死神 要强调速度的时候用速度线 但是某些要让时间体感变慢时 是不会用到速度线的 这样才会有速度的差异 好 然后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连续攻击 这三格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动作是不连贯的 不过这里按本老师想呈现的是那种 啪啪啪三连击的感觉 也是一种特别的表现方式 所以动作不连贯是能理解的 但与前面一样力道稍微偏弱 下一页小李连续攻击 并且使用锁记 这一格我其实看的稍微有点痛苦 要看的稍微久一点才能明白谁是谁的脚 并且这里到这里脚的运动过程也有点不连接 这里看起来是往上 可是这边有往前踢 然后这里有勾住 下一格到底骑马里有没有跌倒还是什么状态 是没站稳还是跌倒了爬起来 有一点不太清楚 这个锁记到底力量如何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其实也看不太出来 好 接下来是最后一页 这一页非常有趣哦 这是非常有创意的分景表现方式 虽然是紧紧一拳 但是用三个不同的视角画出来 呈现特别的一击 以创意还有视觉感来说是相当不错的 真的这张图非常美 可以当成一张艺术品 甚至是暗本老师相当经典的一张画面 但若以战斗过程来看 不但容易让读者误会成三连级 且在出招前的前一页也没有酝酿 就是一种突然风格转变 然后发大招的感觉 但是单看这页的确相当好看 那整体看完火影的话 若要讲火影的分镜表现 我觉得暗本老师在战斗上 喜欢用一些有创意的手法 例如像这张从水底去看水面上的人 或是运用大量的碎分隔去描绘战斗的激烈 或是像刚提到的同一个画面 但是用不同视角的表现 都是非常有电影感 有创意也巧妙的手法 这点的连贯动作其实也没有问题 但在战斗中 速度快慢之间的反差比较少去呈现 但火影的很多视角 很像电影分镜的确是试试 他们老师是非常有创意性及美感的 这就是我对火影战斗分镜的看法 然后这里我再强调一次 无论是死神火影还是海贼王 他们的分镜都有优秀的地方跟特色 我其实刚刚讲的也都是鸡蛋里面挑骨头而已 不过也因为如此才能体会 附近的分镜有多强 好那我们终于可以来看一下 猎人的战斗分镜 好总结是这个画面 这里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死神海贼还是火影 我们刚刚都没有看到一种分镜的使用方式 它就是会让图案超出分镜格 但这个技巧并不是只有傅肩会使用 只是傅肩用的非常巧妙跟纯熟 这种手法通常是为了强调视觉效果及重点 像是这里将手超出了格子 就极度呈现了压迫感 那为什么要画手呢 因为甘肃的能力是 是藉由双手抓住对方才能发动 所以要避免被他的手抓住 刚刚这里就知道 傅肩很聪明 他知道去强调重点在哪里 明明没有像刚刚火影的战斗那么华丽 但是看起来相当简洁 不干净并且还精彩 好下一页 手被挡开了之后 这里是甘肃有点压抑 接下来甘肃再用左手去抓 然后小杰迅速跑掉 这里可以看到 其实傅肩在描绘战斗的时候 是有在顾虑人物的表情 像甘肃的这一格其实就是对应这个地方 因为他发现有问题 所以才会有下面这个OS 但说到战斗中的OS 尽量是不要去影响战斗的 如果是海泽王的话 可能这一格 这一格 这一格 都会上花根OS 那种流畅感就会下降 因为在看字的时候 我们会停下来思考消化 而如果是火影的话 这里这里 我觉得都会上速度线 那这个力道 跟这个速度感都会被吃掉 甚至这个速度也不会有 那么快的感觉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 战斗中的速度差异 死神的话 前面也有提到 死神连贯的动作 不会到这么多 并且这一页除了连贯相当流畅之外 速度感的体现真的相当好 就是 咻 啪 爽 的感觉 而且这个视角也很棒 有一种对峙的氛围 当然这个角度 吸索应该也 好 那因为小杰打杆数非常长 中间也有非常多心理战的部分 我们稍微跳过 接下来再看这两页 首先这一页没什么问题 干净利落 并且背景也都用了不一样的表现方式 接着下一页 你就能体会到 父亲为何被称为教科书 注意看最后这一拳的连接 是右拳打到小杰 好 下一页 右拳挥出 小杰停在空中 右拳挥完 小杰因向下作用力 倒地在地板弹起 仅仅只是一拳的过程 但用了三个不同的视角 三个不同的远近 且包含顺畅的运动过程 并且注意小杰的这个弹起 看起来没什么 其实非常有细节 因为接下来是一格脚的速度特写 然后干疏一脚踢向小杰 那为什么这个弹起巧妙呢 因为弹起是浮空的 读者的大脑很聪明 当读者意识到这个东西 它是飘在空中 并且看到尚未落地又被踢飞 就会感受到速度仅有一瞬间 因为这里小杰是落在地上 就比较少了一气呵成的感觉 接下来这里依然能看到我刚刚讲的 腹肩擅长让角色或图案超出分镜格 所以为了强调干疏这一角 以及整体的动作 这里的干疏是无视格子的 然后这边依然照顾了角色的表情 最后一格 好这里就是我们刚前面讲 死神所提到的 时间凝制 这一格就是有一种时间站顶的感觉 所以只你来看 这一页不只是运动过程连接完整 力道也有 不拖泥带水 速度的安排也相当棒 真的能够称得上是分镜教科书 好那看到这边 如果你心想 这样比很不公平 因为腹肩好歹也是画了 又有白书19级 加灵异一接触3级 加猎人18级才有这样的水平 是的 这样的想法是没错 死神所在后期整理的分镜 也的确更有提升 不过又是战斗分镜 真的是完全无法赢过腹肩 并且如果我们光拿又有白书 飞影跟时宇的战斗分镜 其实也是略赢刚刚死祸害局的片段 好那看到这里 我们就来重点整理 腹肩的分镜包含什么优点 1.过程连贯 在前面的打斗中也能看到 无论是拳打还是脚踢 都能够如流水一样顺畅 并且不只是战斗 就算是大量叙述旁白的时刻 事件的引导都相当流畅 而干净且重点清楚明白 腹肩的背景几乎很多时候都是留白的 所以画面看起来相当干净 但跟死神的留白又有点不太一样 死神有时候会有一点过度删减 虽然分镜相当干净 但几乎都是大格数 很常有一整页只有2到5格的内容 而腹肩虽然干净 但它会把细节单独画出来 例如这张图 整张看起来非常干净 但其实细节很多 像是左上这个树林 看似其实可以省略 但如果我们把它遮住 整个画面颜色就不平衡了 并且这个数理也是代表这里到这里时间过程的流逝 而最下面虽然看似切得很细 其实交代的东西却相当清楚明白 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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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细节带出 猎人执照 并且这一格其实超重要的 这一格代表了小姐的心事 如果没有这一格 就不能体现猎人执照的重要性 然后左下这张图 并没有使用分镜格 以这样的手法强调人物进入回忆 所以看似非常干净简单的一页 却能让读者了解细节在哪里 3.角色无视分镜格 体现优秀视觉效果 今天也提到附件很常让角色突破分镜格 我们刚也举了战斗画面的例子 那静态表现的也有吗 有的 而且非常多 这里我拿一个很基本运用 却相当有巧思的例子 这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角色突破格子的地方 一共有两处 一个是船长的这个地方 一个是小杰的这个地方 船长的这里突破格子有两个作用 第一是强调这个角色 第二是代表他的相对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人物是特别的 并且走在其他人的前面 而下面这一格强调的也是一样 小杰的超出格子也是强调角色与确认相对位置 可以看到这一格因为小杰超出格子 所以因为视觉观感 读者马上能够体会到 船长是站在小杰背后的 再加上前面的视觉引导 所以不知不觉间 就会营造出后中前的立体位置观感 并且视线引导极为流畅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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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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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也运用了背面 侧面 正面 再回到背面 来增加视角的丰富性 然后左下角这只海鸥是细节 其实如果你把这只海鸥遮住 你会发现就没有那么有压迫感 所以这只海鸥是非常棒的 让读者更有那种海鸥一面而来的压迫感 营造出暴风雨要来的感受 所以看似一个只是平凡的剧情 在分镜表现上 也可以有这么多细节在里面 4 速度与力量的体现相当好 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猎人的战斗 速度感与力量感的体现相当优秀 而附坚其实也很擅长营造瞬间的速度感 找几个例子 例如这张 这张的处理方式其实蛮常见的 附坚也很喜欢用 就是以相同的两格 但是第二张人消失 营造瞬间消失的速度感 像这个也是 相同的两格 但是第二张人消失了 好 接着这张特别拉出来讲一下 因为我非常喜欢 就是比多要跟凯特打的前面 注意看这两页 很有趣的是 附坚是以比多的视角出发的 并且在这里先强调角 然后这一页 啪 第二格 直接一个大头 虽然跟前面一样是类似的应用 前面是出现消失 这里是消失在出现 但是出现的这一格 给了极大的压迫感 很像是一个摄影机定在前面 突然飞出来一个人的感觉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有 比多是从画面旁边飞进来的感受呢 重点就是上一页的这个角 前面说了 读者的大脑是聪明的 会自行将画面连接 并且下面这一格 凯特的台词 快离我远一点 因为上面这里的速度太快 所以下面其实会让读者有一种 时间凝制慢动作的感觉 快离我远一点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也看似简单 但真的相当厉害 然后不只是速度 附坚呈现力量感也很有一套 仅仅需要一格 就能展现出极大的力量感与速度感 像是很经典的这张 还有这张 这张 这张都是非常有力量感 也很有速度感的 五 美 是的 附坚的分镜非常美 因为我白春后期 其实就有很多不错的画面 那猎人有更多 其实刚举的例子 就有很多很美的分镜 这里我就不讲解了 我们就单纯来欣赏几张 附坚美丽的分镜表现 OK 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小心看完之后 大概也可以知道 为何附坚会被称为分镜教科书 另外附坚画表情也相当厉害 一拳超人的作画 春宁雄介 曾说过附坚最令他讶异的是 人物表情 根本是掌握了人物当时的心境 才画得出来 但那个与分镜无关 所以今天也就不聊了 最后 今天的影片也仅是个人意见 如果有似乎爱的粉丝 请不要生气 只是光以分镜而言 附坚真的是太强了 不过我不是个什么专业人士 我只是个喜欢看漫画的人 所以我的话语也不代表真正的价值 审美观每个人都不一样 也谢谢你的收看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